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 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天 在这个周末有很多的消息 但其中有两条消息 我认为对接下来我们所有人的投资 包括返场股市都会有影响 我把这两条消息最核心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么这两条消息 一个是日元的贬值 日元出现了非常诡异的大规模的贬值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日元的贬值这个问题 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日元 大家可以看到 突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贬值 一天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了1.73%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贬值的幅度 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意思 如果大家一直在看老索的视频 或者看文章的话 我应该讲过 我说这次的这个贬值 日元这个贬值 实际上是日本hold不住了 它已经对这个局面 它已经是hold不住了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跟大家把这个里面的事情 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梳理 日本为什么会大崩溃呢 第一个 日元负利率弄了8年 8年都是负利率啊 什么一直处于货币宽松状态 一印钱呢 然后他们的债务就是借债 政府借债 占整个GDP的 从安倍那个死掉的那个安倍开始 占整个GDP的250% 印的太多了 你看日本啊 在疫情当中就印了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4.4万亿人民币 那美国的十分之一嘛 对吧 十分之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就是钱太多 就日元也是太多 泛滥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就是是不是楼市崩掉之后 然后我们就一直可以印钱印钱印钱 一直要把自己 那个视察给刺激起来 你看日本现在刺激起来了之后 它的楼市现在是起来一点 股市是起来了 但是日元又进入到了货币大贬值的状态 你看 158%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么些年 日本人货币不断的在缩水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到日本去的话 跟几年前去 我换的钱 就对日本的所有的物品来讲 已经打了六折 这还了得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日本人处于一种货币贬值 大贬值的这种状态 实际上是他们以前的这种策略 还是旧房地产导致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有很多人问了 那日本不是很多企业在海外吗 他们回去吗 对吧 回去之后然后搞出口吗 我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想想看日本的企业如果回去 他为什么不回去 因为日本目前为止 就我看到很多的报道和研究 就日本的小年轻 日本国内的消费力依然是比较低的 他们回去之后 对吧 就是他们回到日本 日本的小年轻人不买房 不结婚 不生娃 对吧 看那个小黄片 就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 对吧 他这个整个社会处于一种 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 还是处于一种非常低迷的消费状态 所以回去没有太大意义 觉得没有消费动力 没有太大意义 而且日本那个位置 对吧 你看出口 这个路径来讲 还不如在东南亚在这 还不如靠近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体 那更加路费更加便宜一些 所以他们也不回去 就也没有兑换日元的需求 那么还有一个 就很多人讲 那你说日本人喜欢 他就是大规模的去这个出口 对吧 我就搞这个出口 因为你货币贬值对出口是有利的 大家别忘记了 日本和韩国它没什么资源 它这个东西 资源是要靠大量的从海外进口 你出口当然是有利 但是你进口呢 你那个成本呼呼的往上升 日本和韩国现在通货膨胀指数还不高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在消化库存才一年多 在消化原先的库存 原先的库存买的材料便宜 接下来你再看 美国如果再撑住一到两年高利息的状态 它如果货币贬值还是一到两年 是这种状态 你看着它那个通货膨胀会蹭蹭的往上走 为什么 原材料价格它是hold不住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我在文章当中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大宗商品大家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都在通货膨胀 美国它的小伙伴都在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靠什么东西解决 其实对冲能够对冲的核心地段的房地产 还有有此清楚 什么环金啊铜啊等等这些东西 大家还是值得去关注的 那么在这里 就是日本这个情况 还有国际货币的做空 大家可以看到 上周五为什么A股 涨外资流进很多 那么外资流进很多 其中有一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香港报道 实际上就是从日本的钱 流到了香港 然后再通过户股通 深股通流进了A股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那些热钱 大有离开日本的意思 离开了日本 对吧 他不当地在抛人员 为什么因为他不离开日本的话 他挣的钱还不够日元贬值的 所以离开日本 对中国来讲 对A股来讲 对港股来说 短时间是一个利好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完全指望外资能够给我们发动一波行情 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难的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国内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这个成都完全放开限购了 大家看到没有 消息看到没有 成都完全放开了限购 而且基本上就告诉你 不再省个户籍 你哪去的都行 社保也不用交社保 你也不用你买几套 买十套二十套都可以 不再限制购买套数 说明什么 说明他已经完全放开了 他是省国城市 他是西部最重要的城市 他的放开 也就预示着全国一线城市 北上广城 甚至其他的所有的省为城市 所有的限购有可能都会拆除 这个墙都会拆除 那么如果都会拆除的话 那么有很多人讲了 那是不是A股会成为大牛市呢 在这里我觉得大家值得讨论 为什么 因为老索曾经说过 我说股市涨不涨 风筝线在地产手里 如果把地产一打开 老索那你说 是不是股市会成为大牛市 我个人以为拆开所有的墙 拆开所有的这个墙 对股市短时间之内肯定是个利好 但是你要说他成为大牛市 这个咱们就得摆着摆着了 为什么 因为成为大牛市 不只是房地产这一个条件 还有其他条件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通过这个成都的这些事情 我们能够看出来什么 第一 房地产全国性的放开 政策基本上在路上 这个趋势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第二个 三周五股市炒错 确确实实 是以房地产赌周末 房地产有重大消息出来的 那么目前为止 确实也给他堵到了一点 对吧 这个消息是有的 那么 但外资的流进 其实外资流进也在看好中国 楼市完全拆除这个数据 拆除 有可能会 形成对新房炒作 是有好处的 对吧 那么宏观 宏观的数据可能会改变 但是站在我一个 在市场当中干了20多年的 观察者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 行情维持个几天 行情没问题 但是你要说楼市放开之后 就完全可以解决楼市的问题 我没说起 解决股市的问题 你能不能完全解决楼市的问题 我认为依然是一个重大的谜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我买不起房 是因为它限购了吗 不是 是因为我的信心不足 是因为我手上的钱不足 并不是因为它限购了 它拆开了限购 我如果没有信心我依然不会买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你们说拆开了之后 如果一线城市全部拆开 你手上就算有钱 你买不买 买不买 讲真话不要讲假话 在评论区你们可以共同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拆开了 它把这个东西给拆了 把这个墙给拆掉 楼市的价格会不会控制住 我研究日本的楼市的相关的书籍 大家都可以看到文章的那段 我经常会研究日本的楼市的书籍 虽然说我不是日本人 但是我研究他的书籍 我能够发现一个规律 我发现一个什么规律呢 就日本当时下来的时候 日本政府也是想进了各种方法 但是最后没有解决 依然没有解决 为什么 一般情况下重大的经济行为 政策只能迟滞推动 但是它绝对不能代替市场的客观规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从上面高空跳伞 跳到地球上 我给你加个降落伞 你会不掉到地上去吗 你会一直在天上飘着吗 不会的 你掉的速度会慢一点 但是加降落伞是政策 而掉到地球上 那个是客观规律 它是服从市场的供需关系 服从价格规律的 所以这种东西我认为它是短时间之内有效果 但中长期来讲 它依然会服从整个市场的供需 我以长沙来讲 长沙不是最近放开了这个限购吗 然后已旧换行什么都开始搞了 一周增加了两千多套的挂牌量 成交成交了多少呢 抛的人都买的人少 需求上不去啊 所以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地产限购的放开 对股市短时间之内肯定是个自己 但是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真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所以股市要想往上大规模的走 还是得看企业盈利 还是得看大家的消费热情 大家的投资热情 如果没有这玩意儿 其实市场也就是个短线烟花行情 有很多人在里面骂我 说老索就是空军王八蛋 对吧 点点讲 股市那个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个人以为 我讲的话是摸着我的良心上 而且我不是完全没有研究 对宏观和微观 基本上都有研究 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 基本情况 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在一线做研究的 但是我是不太相信 就在此时此刻 韩景会爆发 我个人以为是不太可能的 好 那么这是表达了我自己的观点 这一阶段大家看文章 基本上我们在研究 以这个最主要的业绩增长为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段时间 国九条之后 我基本上是沉浸在业绩增长这一块 其他方向都跟我没有关系 那么对于其他的上市公司 大家要 还有几条消息 你像这个美国周五 这个谷歌大战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 马斯克来到中国了 接下来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地方 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是要考虑 考虑这个汽车的智能驾驶 那么这一块有可能周一有点机会 而且苹果重启了这个OpenAR的这个谈判 又讲人工智能什么的 这个有可能会有点效果 你像英伟达在周五的时候 长得也比较不错 谷歌长得也比较好 这里面可能会科技股 有可能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动有一下这个动作 然后呢 对于我们国内的消费类的股票 什么茅台啊 宁德啊等等 这些公司目前为止的走势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公司目前的这个走势相对来说还比较平稳 特别是白酒的龙头 对吧 我发现他的这个业绩增长在这 你现在把市益率搞到就要二十几倍了 所以这个公司目前为止掉下来的可能性 就短时间之内 除了他 其他的都不敢说 除了他这个掉下来的可能性 就是白酒这块 他应该还能够撑一下 所以对市场来讲 短时间之内利好多于利空 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形成就是 我依然认为6月31号之前 能够碰到3200点 甚至过一下3200多点 我就自己来讲就很满意 为什么 比银行收益要好一些 对吧 老婆孩子有饭吃 能够在市场当中能够吃饱穿软 我已经很满意很满意了 至于说大富大贵的事 那是各位人兄 大家的本事 大家可以看看核心文章当中 所谈到的这些东西 咱们共同研究 今天重点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